记者王璇情形北报道,国道1号系五高架南下31,5公里接近五谷交流道前,今天中午12时许发生一起连环车祸,共有8部车发生追撞,所幸现场仅有一名民众需要包扎,并未造成严重伤亡,但现场三车道被事故占用,仅剩接五阳高架的引道勉强可以通行。 警方表示,现场为四辆小货车及四辆轿车发生连环追撞,占用三车道,加上接近五谷交流道杂道,导致车潮回到约2公里。警方正在排除现场状况,陆续熟通并离清事故原因。